这就是铜梦山吗 周围这些 是蘑菇吗 这是哪里发出的声音 不管了 先往前走 啊 有东西在嘶吼 这又是什么声音 等等 难道发出这些声音的事 是我的幻听吗 还是神明 又或者是蘑菇 发出声音的时候 蘑菇在动 难道是蘑菇的声音吗 他们 是想告诉我前面有怪物吗 目前无法判断 先走这里吧 前面好像有怪物 别慌 慢慢后退 好险 如果是这样 那么刚才哪只蘑菇是对的呢 蓝色蘑菇说这里有怪物 看来它是对的 这次走右边试试 这条路没有怪物 看来蓝色的蘑菇说实话 红色的蘑菇说谎话 又听到嘶吼声了 蘑菇又有反应了 这只蘑菇 似乎还没长大 无法判断它是什么颜色的 那么 这次怪物在哪里呢 可以相信蓝色蘑菇的话 它说这个小蘑菇是红色蘑菇 也就是说这个小蘑菇在说谎 怪物 应该是在这里 那我就避开它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这次怪物在哪里呢 根据之前的经验 可以确定这两个地方都有怪物 那只能走剩下那条路了 小红帽靠着她的判断继续前进 她走到了一条 笔直向前的小路上 还好我聪明机智 看来童梦山也没有那么可怕 但 外婆到底想让我走到哪里呢 什么 红色和蓝色都说前方有怪物 这是怎么回事 等等 眼前 站着一个人